每年花莲县政府都会举办基优农业产销班的颁奖及表扬活动 今年由玉里在地青农所组成的杂粮产销班第二班 荣获109年度花莲县农业产销班评鉴考核第一名 预期地区农会表示说 也替这些愿意付出的年轻人感到很骄傲也很开心 每一年花莲县政府都会办理花莲县基优农业产销班奖以及表扬活动 今年由花莲玉里在地青农所组成的杂粮产销班第二班 荣获109年度的花莲县农业产销班评鉴考核的第一名 那就是刚好认识一群青农这样 那就是希望看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商机 然后是不是新的作物 然后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种植方法 然后来尝试一下 目前花莲县总共有195班农业产销班 其中农作类有179班 榆木类16班 合计班员人数高达了3538人 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农业减兵 农会总干事鼓励产销班农友重视自我经营管理 推动农特产品的多元发展 那青农他们有他们做事情 就像我们理事长讲的 他有活力 他也比较有行动力 他们也愿意做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他们还在前进当中 不是已经走到最高峰 花莲县政府表示 产销班设立后 每两年要进行一次考核 受评产销班首先需要历经 辅导的农会 余会 合作社以及公所等单位的出评 再由县府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粮署东区分署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为花莲区农业改良厂派员组成品鉴小组 来办理负品的作业 记者高双双 预订阅采访报道